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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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集 江南旧事 我们上一集所来自于荷兰的外地人 王朝 王省归 王省之三兄弟 带着中原的一批兄弟来到福建 和当地民众一到开发闽江 那么三王入敏的事件 成为福建开发史上的一件大事 至今被当地民众所津津落到 那么作为本地人 潜流同样在那个时期 为当地生产的发展 特别是为杭州城市的建设 那么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被当地人称之为海龙王 同样至今被民众所怀疑 那么这个潜流呢 他是浙江临安人 家境非常富裕 但是从小不太学好 打架斗欧 经常惹事 所以在当地富老看起来 他就是一个无良少年 但是无良少年随着年龄长大 随着逐渐懂事 书也读得多了一些 又情习武艺 所以开始走上正当 但是他不愿意干农活 干什么 贩卖私言 这个时候天下开始大乱了 王先知皇朝起 那么潜流在开始所干的云生 和王先知皇朝是一样的 不过别人是大言小 他是小言犯 那么既然天下大乱 皇朝的军队又南下 说是要进入浙江 因此浙江一带的 唐朝的守将 就纷纷调中军队 要自保 而当地的豪强 也组织军队 那么为了一方的安定 这个时候 临安也与一位土豪 名字叫董昌 也拉起了一支军队 而且 作战有功 被唐朝封为政将 这个时候 潜流做出了一个选择 弃犯从容 不做言犯 投入到董昌的这支部队里头去 由于作战勇敢 他又学过武艺 有用武之地 所以做到了军校 后来逐渐成为董昌的主要将 董昌就是杭州招逼买马 杭州所属八县 每一县目彬一千 一千成为一都 所以当时叫做杭州八都 成为整个浙江地区 一支精锐的部队 靠着这支部队 董昌逐渐铲平 兼并了浙江的其他的一些势力 几乎 管辖了 控制了整个浙江 那么这样一来 唐朝政府对他刮目相看 认明他为浙东捷渡使 为越州刺使 这个越州在哪里 越州就是现在浙江的绍兴 那么董昌很有意思 他到绍兴去任职 然后没有忘记前流 上表推荐前流 接替自己为杭州刺使 这里就要说一个事 当时的越州 也就是现在的绍兴 他无论从政治地位 还是经济地位来说 都是超过杭州的 那么杭州真正的发展 是在什么时候开始 从前流为杭州刺使开始 那么杭州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 随着地位的越来越高 随着军队越来越多 那么这位董昌呢 就开始与一帮人 云集在他身边 一帮什么人 一帮术士 说天下大乱 将军你何不自立为帝 而且最近经常说是有降伏出现 而且于中瑶 不断地在交捕 叫什么 罗平天策 什么叫做天策 天策就是上天 让将军你要做帝王 那么在他们的孤岛之下 董昌安待不住了 于是自称为帝 而且建立了一个国家 这个国就叫罗平国 又叫大越罗平 年后大胜 封官受决 同时让前流 做两则都将 几乎是仅次于董昌自己的军事将领 那么如果这位董昌 真地能够有自己的地方的才能 应该说也不错 但是恰恰他没有 那么贪 底下一批人 又苛责民众 这个时候的前流 虽然过去是一个无良少年 但是这个时候他自己有想法了 什么想法 两则地区 与其让你董昌来管 还不如让我前流来管 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拒不受命 不但不受命 而且连夜派人 非报 董昌的反叛 同时请求自己出兵 自己带兵去评判 这样一来 前流的部队 董昌的部队 在杭州和粤州 就是杭州和绍兴之间 展开了一系列的战争 在周边地区 有了渝瑶 有了苏州 也发生了战争 但是一年多的时间之内 前流节节胜利 并且包围了越州 同时攻破了外城 这个时候 董昌就有点走投无路了 而这个时候 前流他引诱别人 说是已经请示朝廷 如果你放下武器 可以保你不死 让你回到家乡 你就算退休吧 那么董昌就走投无路之下 信以为真 当然不信以为真也不行 结果放下武器 那么有意思的是 有记载说 这位董昌 占据了越州以后 占据了两则以后 一方面按口收税 本来是按户收税的 按丁征税的 他按口征税 所以据连了很多钱财 另外一方面 有可扣将士的军饷 所以大家不为他埋名 结果 绍兴一被拿下 越州一被拿下 竟然给前流 留下了五百多间物质的物质 留下了三百万壶粮食 前流听了以后 高兴得不得了 把董昌留下来的粮食 整记 越州 杭州 和周边的百姓 所以这个举动 在当时 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那么前流 也得到当地民众的拥护 在经历了一年多的战争之后 董昌的叛乱终于被前流所平息 由于前流仗义输财 又文武奸计 所以在浙江地区迅速树立起了极高的威望 在当地父老的极力推荐之下 公元八百九十六年 唐昌宗李业下诏 任命前流 兼领镇东 镇海 两镇节度时 自此 苏杭一带的长江中下游广袤地区 尽归于前流的掌握 这时的前流 虽然零有两正 但是却并不具备逐鹿中原的实力 北方政权的任何变数 都可能给这位新任的统治者 带来生存的危机 那么 在兵连霍节的唐末五代时期 前流能否保全这来之不易的两者土地 在这期间 他又会展现出哪些过人的政治智慧呢 这个时候唐朝有发生的情况 朱温代唐 五代开始 那么朱温就建立一个大梁 我们称之为后梁 前流听到这个事以后 冷南表示 奉朱温的后梁为征朔 朱温赐给他吴越王 所以为什么叫吴越国 就是朱温给了他一个吴越王 当时前流的部署 前流的手下 觉得不要尊重这个伪命 我们没有必要接受他的这种风刺 我们自己自立为帝 但是这个时候前流 显示了一种他的智慧 他对别人说了一句 吴起实为孙中谋 我接受了他的吴越王 至少我可以做一做孙中谋 可以做一做孙玄 作手江东 当然他不是江东 是两则 这样一来 他有他的好处 第一 他可以通过朱温的梁 来牵制他在北边 在西边的一个对头 这个对头我们等一下要说 是杨行命 另外 接受了朱温的这个吴越王 丝毫不影响 他对两则地区的控制 那么在他控制的时期 杭州得到发展 这就不能不说前流的贡献 他一方面是保持了 两则地区的这种安定 另外 自海 自江 所以被当地民众称之为海龙王 但是我倒觉得江海龙王更为贴险 他驻扎的地方是在杭州 杭州的发展受制于海潮 它地处于乾隆江的西部 严格说起来是西北 乾隆江就在这个地方 开始陆海 东去陆海 那么由于地性地貌 和海潮的影响 形成了一个杭州湾 那么海水倒灌 冲击着海岸 淹没着城镇 不断侵吞冲田 而且反复地朝涨朝落 不断地是土地严谨化 所以杭州 它的发展 如果不治好这个江 乾隆江 不治好这个海 海潮 它是可能发展 怎么办 前流接受了民众的建议 所以为什么说高手在民间 人民群众里都充满着智慧 能不能建议它 原作乾隆江的案 修起一条南海大坝 那么这个大坝 后来叫汉海寺堂 这个工程非常地厚大 也极其地艰苦 前流吊起了 一共二十万民工和军队 来做这个汉海寺堂 我们可以想象 潮水不断地来 泥土不断地填 这个坝一边修 就一边被冲塌 所以还得说民众的智慧 民工军队在附近的山上 把毛竹砍下 运到江边 然后把它破开 编成竹笼 在竹笼里面填装巨石 它就有重量了 同时砍下树木 圆着这个江 打下无数的木桩 用木桩来固定这个竹笼 加上石窥 加上泥土 当时有当时的技术 那么把这一条大坝 组成 工程极其之大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军民顶着这种潮水 不断地打下无数的木桩 不断地沉下无数 充满巨石的这种柱笼 经过一端时间的这种奋斗 这条大坝终于修成了 当然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当代的大坝 已经是后来的产物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的大坝 可以想一想 当年浙江人民 他们是如何与凯潮作斗争 这条大坝的修成 奠定了杭州发展的基础 所以古人认为 这条大坝的修筑 杭州的根基 它就定了 它奠定了杭州发展的基础 当然基础奠定了 杭州的发展 还要靠一个东西 特别是杭州的繁荣 是离不开西湖的 这个时候钱流 把过去的杰渡史的崖城 扩建成吾越王流王城 范围扩大 于是有术士就跟他说 说这就叫已旧更新 把崖城换成王宫 是已求更新 但是我建议扩大 扩大到哪里 把西湖填掉 把王宫扩大 那么已旧更新 是百年之计 把西湖填掉 扩大王宫 那将成千年之计 钱流怎么办 钱流没有被忽悠到 钱流表现出 他的一种政治眼光 和政治智慧 说岂有千年 而天下无尊主者乎 有国百年 无所愿有 什么意思 我无愿 我前世 能够偏居东海 这是因为天下大乱 能够有百八年的国运 足够了 我就不相信 千年之内 中原能够不出真主 中国不出真主 来统一大中华 中华还是要统一的 没有长局格局的道理 这就是钱流的一种眼光 所以他不但没有填西湖 而且阻着民众 来输郡西湖 用西湖的水 来灌溉农田 所以他是这样做的 后来钱流 一直活了八十一岁 在两者人民的 共同的 努力之下 那么把 现在的浙江 把苏州 打造成了 当时中国 经济发展的 中心地带 而且 为宋朝 留下了一个 巨大的财富 欧阳修 他这一篇文章里头 对吴越的贡献 对钱流的贡献 对于杭州这份后体 做了一番描述 所以钱流 钱流就是杭州了 我们甚至也可以 扩大为浙江 钱流自武代史 不凡干戈 化干戈为玉伯 就是因为钱流 和他的后人 在这里治理 经其民信 富文安诺 又齐熟悉工桥 义无华丽 盖十万家 这个杭州 到了宋朝的时候 十万户口 如果按照 每一家五口计算 那就是五十万的人口 甚至更多 海龙王钱流在位期间 勤于政务 与民休息 在他的大力推动下 吴越国内 人才积极 经济繁荣 市农工商业 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被当时的人们誉为 富庶甲鱼江南 然而 就在吴越国 蒸蒸日上的同时 在他的西侧 另一个政权 也在快速崛起 这就是横跨江淮的 吴政权 作为吴国的统治者 杨行密 可以说也是 唐末五代时期的 一位人杰 杨行密 自化元 卢州合肥人士 他幼时丧父 生活极为艰苦 但实事造英雄 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 杨行密终于在唐末乱世 闯出了属于自己的 一片天地 那么杨行密 究竟有着怎样的 过人之处 他又是如何 白手起家 一步步建立起 吴国政权的呢 这个杨行密 也具有神奇色彩 那么他有什么神奇 家里也是乌龙 但是自己 在衙门当差 衙门当差 他有一个特长 什么特长 特别能够走路 据当时的记载 是日行三百里 有记载说 当年皇朝闹市 皇朝进入关中 唐西中 跑到四川去 这个杨行密所在的州 是卢州 这是现在的合肥 当时的卢州赤死 浪在衙门里面 做布州官 什么叫做布州官 徒布送州书的 那么杨行密 就是干这个才是 结果派他到四川 去送文书 当然可能是紧急攻门 徒布去 结果如期而返 但这个时候 杨行密觉得 天下已经大乱 而这个时候 皇朝 虽然已经在关中 但是各地 动荡 各地的格局不断 所以卢州 也开始闹死了 卢州的军将 也开始 春春一动 那么杨行密 开始进入布 而且助到队长 但他觉得 他的上面 这个人没什么本事 于是自己招募了 一百多个亡命制度 独立形成一支军队 结果 当时的卢州的主将 卢州的刺史一看 这小子 惹不起 惹不起 干脆把硬性给他 自己跑了 唐朝 也是承认继生事实 就让杨行密 为卢州刺史 那么这个时候 天下继续乱 这个时候 皇朝 开始败退 皇朝 虽然 他的大旗 颠覆了 但是 朱温 和李克用 这两股剿灭 皇朝的四弟 他们自己 展开了 拼死的波动 那么整个黄河流域 包括黄淮一带 江淮一带 都进入了战乱之中 杨行密所在的 正是淮南地带 当时有记载 淮南的八州 风火连天 声明涂炭 说八州之内 局为方正 圆福数百里 人烟断绝 本来扬州 是极其美好的城市 但是在这一场大乱之中 也受到 很大的摧残 结果在军夸奋战 在所有的群豪 逐漏的过程中 杨行密 脱颖而出 经过六到七年的战争 杨行密 进了扬州 杨行密 夺得了八州 所以唐朝政府 同样承认继承市市 封其为淮南截都市 那么整个淮南 就是杨行密的 但是得到了淮南以后 杨行密的目标 就不止于淮南了 向北 向渡过淮河 和朱温征锋 向东南 和吴越王潜流 所控制的两则 发动警告 同时 夺下了现在湖北的东南部 也就是俄州 黄州那一带 并且占据了整个的江系 在反复的这种争夺之中 杨行密 也没有办法 进入到黄淮地区 而朱温呢 同样没有办法 进入江淮地区 虽然向东南 杨行密夺得了宣州 就是现在安徽的宣城 而现在的苏州 却牢牢控制在 潜流的手上 所以这样一来 三大势力 三大萧雄 他们处于一种 均衡的状态 当势力均衡的时候 你也没办法吃我 我也觉得没办法吃你 所以保持一种相对的安定 到了公元902年 唐朝政府封杨行密 为吴王 这是五代十国里头 第一个王帝出现 所以有人把杨行密 称为十国第一人 他做吴王了 在他的这种统治之下 当时的淮南 当时的长江两岸 当时的江西 当时的湖北的东南部 呈现出一批 短暂的这种安宁 中国老百姓是很善良的 只要不是战乱 他们就勤勤恳恳的生产 他们勤勤恳恳的劳作 也创造出了 无的繁荣 和无的强大 司马光 写《自治通鉴》 谈到了这位杨行密 他能够统治这么大的地区 他也有他的过人之处 什么过人之处 宽简有自掠 散辅于将士 于同甘苦 推心待悟 无所拆计 所以他不像前流那样勇猛胜战 但是他善于 用他的一道判法来驾驭中将 与海龙王前流一样 吴王杨行密 也为五代时期江南地区的发展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由于邵氏孤贫 深知民间疾苦 所以在他统治的近十年间 杨行密将保靖安民 作为自己的国策 他选拔贤财 招抚流民 清姚伯父 劝克农丧 如此一系列的措施 使得江淮地区的社会经济 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也为日后的北宋王朝 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那么在一代枭雄杨行密 去世之后 他所制定的与民休息的政策 还能否得到进一步的落实 无国政权又是如何被南唐所取代的呢 但是杨行密最终还是没有活过 他的南北两位对头 他去世的最长 902年被封为吴王 905年 朱温还没有带唐的时候 他就已经去世了 那么由他儿子继续他的地盘 可以说杨行密尽管善于驾驭将士 但是他不太善于培养自己的儿子 所以他死了以后 他的儿子们被他的权臣叫徐温 和徐温的杨子徐之告 弯弄于鼓掌之重 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说到这位徐温了 徐温是当时的东海人 海州人 就是我们现在江苏省的连云港人 那么年轻的时候也贩卖私营 后来天下大乱 杨行密正在招逼买马 他也投奔到杨行密的属下 也就是一百多亡民图之夜 但是没有看到徐温有太大的战功 虽然如此 由于他的头脑清醒 由于他的善于智慧 所以一步一步得到杨行密的器重 最后在杨行密死了以后 经过几年 他不断地铲除 不断地击败他的政敌 成为吴的真正的掌控者 那么杨行密的儿子 称帝了 就封徐温为大丞相 应该说徐温 他没有战功 战功不多 但是他有自谋 他的政敌 以及杨行密的儿子 甚至都被他密谋 杀害 但是不能不说 他又是一个 有见解的政治家 那么他的政治家 表现在哪里 三个字 不折腾 可以说杨行密 他是个开疆拓图者 善于创业 而这个徐温 则善于守城 我们举一个例子 说明他的守城 说明他的不折腾 那么吴和东南的吴越 潜留的吴越 他是死对头 于生存空间的争斗 那么不断发生战争 在徐温掌权力的时候 他们又发生了一次战争 结果吴越战败 他的养子叫徐之告 徐之告就建议 自己统率两千金兵 打扮成吴越国士兵的样子 改换成吴越国士兵的服装 和旗子尾随溃兵之后 偷袭苏州 徐温怎么办 徐温非常赞赏徐之告典 这么一种建议 但是不采纳 怎么说的 侧顾善 然无且求西兵 我考虑的是休养生息 为侠鲁鲁爷爷 不考虑你的建议 我考虑的是两家不打仗 结果将士们觉得奇怪 坚决支持徐之告的建议 徐温又说了一段话 天下离乱九亿 天下大乱 已经很长时间了 民困已胜 前功 以为一可亲 你们注意 以为这一次打了胜仗 那么前流 是这么好对付的吗 你们不要小看他 若联兵不解 放为驻军之友 如果兵连祸节 恐怕驻军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经战胜以巨子 鸡兵以怀子 使两地之民 各安企业 军臣高整 岂不乐哉 多杀何为 虽然打了胜仗 但是不乘胜追击 特别是不偷袭别人 同时 非常尊重对方的领袖 尊重吴越王前流 一旦战战打起 杀人一千 自伤八百 难道你们这些将士 各个都能百战不败吗 各个都能百战百胜吗 不可能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 民众早已厌恶战争 不如 停止战争 两家和好 百姓能够安业 我和驻军 也可以安政 何乐而不为 虚温时候 他的一切权利 交给了自己的养子 虚之高 而不是交给自己的亲儿子 他的亲儿子 能干的已经死去了 留下来的 不怎么能干的 所以这又是一位政治家 他具有的头脑 在这个问题上 我认为 是超过财龙的 虚之高 严格说起来 不知所措 是个流浪儿 那么在此后的过程中 这个虚之高 出了的越来越一表人才 而且富有头脑 史料记载 说是身高七次 七次多少 如果按照那个时候的尺寸 和我们现在 则算 大概应该一米九零左右 身材魁梧 但是虽然如此 他就继承了 他养父的自贞方程 什么方程 不折腾 如果说要折腾 他只折成了一件事 折腾了一件什么事 把杨兴敏的儿子废掉 自己称帝了 而且改过号 叫大齐 为什么叫齐 因为虚之高 他的养护 和他自己 都被吴 封为齐王 以王称帝 所以这个号 也称为那个号 但是 虚之高老是在想 自己是 虚文的养子 这个养子 自己身负是谁 那么既然不能姓徐 那得找一个姓 姓什么 姓天下最大的姓 当时天下最大的姓 是什么 是李姓 李唐 虚之高 称帝的时候 937年 大唐 已经亡国 30年 民众对大唐 冷蓝非常怀疑 所以 齐之高有意思 他干脆 信礼 把自己 称之为 李渊 李世民的后裔 同时在南京 他的国都 就定在南京 在南京 建起了 李渊 和李世民的庙 岁岁几百 他自己 也给自己 换了个名字 不再叫 鱼之高 叫什么呢 叫李辩 什么意思 光明的意思 太阳出来的意思 表明 他这个政权 他这个地盘 将昌盛起来 国号叫什么 不能再叫齐了 既然国君姓李 国号 唐 也叫大唐 历史上 人们把它称之为 蓝堂 但是不能不说 这个齐之高 尽管 废除了自己的 徐姓 不再信徐了 而信李了 但是对于 徐文的养育之恩 和提携之情 他是念念不忘的 尊其为义主 不但尊其为义主 而且自己的执政方针 也一如徐文之旧 三个字 不折腾 怎么个不折腾 他派人和后党后进修网 基本上不发生战争 同时 他在善位之前 在自己称帝之前 已经和吴越国 前流的后代们 达成了协议 化干戈为预保 不打仗 在他建立兰堂以后不久 杭州起了一场大火 这场大火烧了无数的民居 而且把吴越国的王宫 吴越国的兵器库 吴越国的仓库 据记载是烧肥几尽 这个时候 兰堂有人提建议 什么建议 干脆借此机会 把吴越给灭了 里边怎么办 里边不干 不但不干 他倒是派人了 派人去干什么 派人去慰问 派人带去 救灾的必须品 两国修好 所以在他 做南唐皇帝的时候 和吴越国 战争发生得很少 也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被人讥笑 被人讥笑什么呢 就是个小财主 就是个小地主 称不了大使 说田舍翁 安能称大使 那么诸位要问 这个称他为田舍翁 的是谁 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 非常著名的文化人 他是谁 我们下一集再说 谢谢